今天来跟大家谈谈 中秋节吃烤肉有三个地雷 千万不要踩到 健康加财富 知足就是福 各个国家的习俗都不一样 我们台湾以前 中秋节一定会有赏月吃月饼 吃柚子 以前是没有烤肉的 秋月是小的时候 我记得中秋节就是赏月吃月饼 那么会有一些杂耍的一些艺人 什么的到小乡村来 弄一些园艺活动 给小朋友玩一玩 最近我认识一个韩国朋友 韩国朋友也跟我提到说 中秋节他们韩国 其实没有吃月饼的习俗 他们主要就是家人团圆 甚至有来去扫墓 拜祖先等等 所以跟台湾很不一样 那么到底台湾什么时候开始 会有吃烤肉的这样的一个 庆祝中秋的习俗 以前有人讲说是因为 有一个卖烧烤酱的 他的广告词叫做一家烤肉万家香 有人就以为说 是不是因为这个烤肉酱 在电视上反复打广告 所以就大家变成 中秋节好像一定要吃烤肉 其实不是这样的 我帮大家查到的资料是这样的 在1982年 民生报上面有一篇文章 他刊登说 新竹地区今年中秋赏月盛行烤肉 不但凤几区到处熊熊烈火 有些不外出的人在家中门口或者阳台 也会点起烤肉炉 烟雾蒙蒙肉香扑鼻 好那这篇文章里面就有提到说 为什么在1982年那一年开始盛行 这个烤肉的这样的 来庆中秋的活动 原来是因为当时台湾 很多烤肉炉是外销的 可是到了那一年的时候 外销的业绩很差 因为这个外销商不景气 所以就转为内销 而且降价求售 大家就发现说 烤肉原来也不会很贵 所以很多人就开始 把烤肉买回家来烤肉 这个习俗后来 也从新竹向外扩散到其他的城市 那么现在中秋节一定要吃烤肉 就是以健康的角度来给大家提醒 三个地雷大家一定不要踩到 第一个地雷就是肉烤焦了 是不是只要把烤焦的地方去掉 其他肉就照吃不误呢 当然烤焦的部分 食物已经变碳化变质了 所以这个部分当然是尽量不要吃 至于靠近烤焦区的附近的肉 到底能不能吃 这个大家要顺思一下 通常烤肉的烤火温度 大概都在370度到400度的高温 食物在150度以上的温度烹调的话 就会产生很多致癌物 脂肪会生成多化方向氢的化物 蛋白质会生成一碳 淀粉类的会生成丙细细胺 这三个物质都是世界卫生组织公告的 第一类的致癌物 这么高的温度把肉烤焦了 代表烤焦区的旁边 其实也是很高的温度 这样的温度烤出来肉 当然它里面的致癌物的浓度 一定是比其他刚熟的区域的浓度 会多很多 多很多 所以如果你真的把烤焦的地方去掉了 你还是硬要吃烤焦区附近的这些肉的话 请你记得一定要用解抗的方式 来抵消掉这些致癌物 对健康的不利的影响 很简单 那就是多吃一些新鲜的蔬菜水果 来把它解抗一下 第二个地链就是香肠配海鲜容易致癌吗 这个部分其实也对也不对 就是要跟大家谈的就是 我们要以比较有科学根据的方式来面对这样的问题 当然以前有一种说法就是香肠 因为它有防腐的成分 它里面都是硝酸盐 硝酸盐到了胃里面被胃酸变化以后 就变成亚硝酸盐 亚硝酸盐如果跟胃当中的蛋白质类的含氨的 这样的食物相结合之后就变成亚硝酸 亚硝酸也是一种致癌物 可是这里就谈到了 香肠如果不配海鲜 难道就不会有亚硝酸盐跟胺结合的这个问题吗 我们知道胺就是蛋白质的一个成分 那个质量叫做胺基 所有的蛋白质都是有胺基的成分 那么海鲜当然是蛋白质 可是猪肉 牛肉 羊肉 鸡肉 这些肉类的食品 甚至蛋跟奶 这只要是蛋白质就会有胺基的成分 那这个胺基碰到亚硝酸盐就会变成亚硝酸 所以你说要香肠配到海鲜才会产生亚硝酸 我觉得也没有那么简单 其实香肠只要配任何蛋白质 还有胺基的成分 它就会变成亚硝酸 但是话说回来 我们只有吃香肠才会吃到硝酸盐吗 其实这边跟大家分享一个 德国做的研究报告 德国调查他们 德国人一天吃的食物当中 硝酸盐的来源 做了一个统计结果发现什么 发现说德国人从肉当中得到的硝酸盐 只占了10% 另外20%是从自来水当中摄入的 70%从哪里来 你一定想不到 这70%居然是从蔬菜来的 为什么蔬菜会有这么多的硝酸盐 因为蔬菜在培养的过程当中 用了很多肥料 这肥料里面就含有硝酸盐的成分 因为含蛋的肥料就有硝酸盐成分 这个数据就是告诉大家说 你不要过度夸大从肉类摄入的硝酸盐 其实我们生活当中到处都是硝酸盐 没有你想象中那么可怕 但是我们还是尽量以健康的角度来面对它 也就是说当你中秋节要烤香肠来吃的时候 如果香肠本身里面就有肉类 再加上香肠跟其他的蛋白质结合的话 为了避免这种亚硝胺形成 对健康上的不利影响 那么你就应该多吃一些抗氧化剂 利用食物的结抗作用 就像我们吃香肠经常会配大蒜 那个配大蒜里面就有很好的抗氧化剂 而且蒜中还有骨肝肝胎 还有促进肝脏解骨机能 所以用食物的结抗 就可以抵消它的不利的影响了 第三个就是很多人烤鱼 会把鱼放在铝箔纸 铝箔纸再放在烤火上面烤 这个时候有人就直接把柠檬汁 滴在这个铝箔纸上面的那个鱼 这样说对吗 这个在铝箔纸上面滴这些柠檬汁 其实柠檬汁当中的柠檬酸 它能跟铝的确是会产生一些化学反应 融出一些铝箔纸上面的铝出来 这个铝释放到这个鱼肉附近 让我们吃下去了 就变成你吃了很多重金属铝进到体内 这个铝重金属如果累积过多的话 甚至会造成脑部的失智症 脑部的损伤 还有其他一些问题 大家可以看一下 有一个影片讲到重金属对健康的危害 不过话说回来 这样子的融出来的铝的含量也是很低 经常吃烤肉的人当然要顾虑到这个问题 如果你是一年才吃那么一次 或者几次而已 你不用过度担心 当然最好的做法就是先把铝烤熟了 放到盘子上面再滴上柠檬汁 避免柠檬汁跟铝加热以后 产生的这些化学变化了 这样不但可以避免铝被融出来 同时这样的柠檬汁滴在新鲜烤好的鱼上面 也可以保留柠檬汁的清香跟酸味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跟大家分享 中秋节吃烤肉的三个地 请大家千万要小心 我们今天就先跟大家分享到这边 欢迎大家订阅邱医师的频道 按赞分享打开小铃铛 或取最新的讯息 同时也欢迎大家在留言区多多留言 来跟大家谈一谈你中秋节吃烤肉的经验 分享 我们下回再见 拜拜 拜拜 邱医师小时候呢 我记得中秋节的时候 我们除了看 呃 中秋节 邱医师 邱医师小的时候呢 我记得中秋节就是赏乐吃乐品 各位朋友 如果你喜欢我们今天所讲的 请在下面按个赞 如果你对我们的内容感到兴趣 想要获得最新的讯息 请按订阅 下回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